By going on Amazon business, all of a sudden small businesses are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 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灵魂的口温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不需要 对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喜欢,为什么不需要 其实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我理解很多做战争它更多是一种无奈 无奈 对,无奈 就我们做业务会有一个崇尚做业务的一个哲学 叫做慢计时快 慢计时快 对,慢计时快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战群的一种很多的一个玩家说 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可能一个月或半年,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半年几百号人 然后半年热销几十万,几万美金 这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数据 很厉害的一个增长规模 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的一个崇尚的一个 业务哲学 就是慢计时快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宁愿在前期的时候 花更多的一个时间精力把每一个环节 我们至少跑得通,跑得顺,跑得稳一点 在我们的一个组织设计 在我们的一个核心岗位的一个寻找这一块 我们宁愿在前期花更多的一个时间跟精力去做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经过验证就是说 你一步步这样去做 你虽然说这个规模起的没有想象那么快 但是第一它稳 第二它没有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一步步去做 它其实不会说是要亏很多钱 这实在化 就我们现在就上去搭 其实我们也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 那就是实现的盈利 这实在化 那所以只是看起来慢一些 但事实上我们换来的是 我们业务的一个各个环节的一个更稳健 我们从组织设计 组织架构上的一个更合理 那这种慢 这种慢工我觉得是前期需要去做的 慢即是快 但是意味着从长远来去看 你这一块的一个基础打好之后 后面的击押法其实是很容易去做的 恩 庚文在两年前我们算是第一次见面 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Movista瑞哥组的一个小灰上 那会儿对他还是挺陌生的 觉得这小胖子 吓起来憨憨的 人是无害 结果是个大灰狼 第一次聊的时候呢 他聊到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那时的你其实可能是更加激进一点 为什么会是两年时间发生那么大一变化 一个移动互联网人现在跟我说慢即是坏 我用管的 我程序我接受不了了 两年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跨境出口电商 我们说嘛 在华南 华东跟其他地方跨境出口电商 因为我刚刚从中央回来 我们现在是中国跨境电商五十人论坛的一个智库 当我跟这些前辈老师交流的时候 我发现两个感触 一前辈老师们 华东的前辈老师们在理论上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高瞻远助 但同时呢 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其实别生气啊 还停留在真的宏观 中观 不要说无疑过来 中观都没触摸到 然后我们作为华南的这个 一个民间智库的代表吧 我其实挺忐忑的 因为全场我是资历最浅 最年轻 我们只是个媒体 在座的都是一些教授 老师 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但是呢 在他面前 我有一点不处 我说 我们华南 已战 仰战 把人赶到战场上打仗 我们都能听得到炮弹爆炸的声音的 我们是跟着冲锋号 跟着炮弹的轰鸣去往前冲的 快 冰柜神速 为什么现在两年时间呢 一个从国内移动互联网出来 会那么感受中 慢即使快 压把训言也很快 资源暂时慢 但是压把训言很快啊 为什么 OK 理解你的意思 确实 确实啊 我的背景来说 确实是 我们算是 中国互联网 或中国移动互联网 或者真的是在中国互联网 第一批出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特别早开始做出海 所以我们当年做出海的一个时候啊 真的我们最崇尚的一个打法就是跑马圈地 嗯嗯 快速去做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 确实是 从数据上 从结果上来说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可能 就移动互联网的一些思维 或者说移动互联网出海的这些经验 确实会让我的话 整个打法上会更激进 更更偏向于快 这个点 嗯嗯 但是嗯 这几年的一个电商这一块 其实电商真的是 环节特别多 嗯 每一个环节 事实上 嗯 独立性又特别强 专业性特别强 对 你没办法 你 你又发现其实 互联网人 就纯的 那个 完全线上的一个互联网人 嗯 转型做 做电商这一块来说 嗯 其实挑战还是蛮大的 嗯 这样挑战是更多是 所谓模式的一个挑战 更多是你对于你不熟悉的一些领域 一点点去磨 一点点去练 嗯 这一块的一个挑战 嗯 那我承认这几年的一个时间 确实交了很多的一个学费 嗯 那我相信我真 我身边有很多 从互联网 从流量圈开始去做电商的人 我看到他们 交了很多学费 当然很多人 更多的一个人 嗯 不适应 然后停掉了这个这个电商的一个业务 嗯 那 从本质上来说 慢迹是快 嗯 它的一个目的还是一个字快 嗯 但是我们更清楚的一个指导 预速则不达 嗯 你想要真正的一个快 你必须得有很好的一个 呃 那个各个环节 就之前我们阿里很喜欢说的 前台中台后台 中后台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搭建 嗯 我很喜欢说的就是我们 呃 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组织 嗯 的一个组织设计的一个 这个一个理念永远都是骨干先行 嗯 啊 不是执行先行的 嗯 这个事情不然的话真的是 你看起来 很多事情是你看起来快乐 嗯 但事实上你又发现你可能到了 一定规模的时候 你的瓶颈会更大 嗯 而且你瓶颈 当你那时候你遇到这个瓶颈的一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更难度过 嗯 对 大家知道为什么笑吗 因为我跟维呢 我们曾经研究一个我们行业里面 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嗯 研究了很久 大家对他期望是非常高 是 也希望他不断能够变得更好 因为毕竟也是行业的龙头大哥 嗯 我不说名字 你们大概都猜到了 嗯 各种各样原因 各种各样的因素 这龙头老大哥好像现在越走越困难了 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个重组 或者各种方式的东西 嗯 嗯 还不好说 不知道 还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因为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是国庆以后 应该是10月中旬播出的 10月中旬播出的时候 可能 有的新的变化 因为我们在录的时候 这个是9月底 我们在录的时候 10月中旬播出的 OK 我们都在讨论说 是不是因为 就像你说的 快 其实慢 太快 而造成的这种节骨点 嗯 关节的这个点 他想去改变它的架构 嗯 我们叫骨节 嗯哼 他就不是说我裁掉一些人 对 去掉一些业务 对 对 是的 很多就是这样子 就 嗯 这种 哪怕你具备 壮士断腕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嗯 但是也不一定能承受住 这种壮士断腕的后果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会 呃 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 难控制 你说那个不是要断壮士断腕 也不算对壮壁了 是壮士断腰了 哈哈哈 腰断了 不好意思广东话 普川普的腰断了 直接的砍掉一步呗 嗯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问你 占群的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有相当多 占群的做朋友 嗯嗯 他不是不想转 嗯 他转不了了 嗯 他核心的那个独立战的 就是这群做占群的人 他怎么搞 嗯 习惯了美于越南高反 高高提成 嗯嗯 钱来的坏 嗯 花的也坏 嗯 嗯 你现在让他们跟你一样 嗯嗯 跟更为一向静下心来 嗯 现在有 因为你们很优秀 有阿里也有这个灵动创响 有你 嗯 也有很强的这个资方 这会很支持的 所以你们足够的底气 嗯 去做样的一个改变 嗯 你一个独立战争的卖家的老板 他要改 底下的人可能就不干了 嗯 拍拍屁股走吧 自己躺上去了 一年几个亿的营业额啊 嗯 少说几千万的收入 老板会干吗 老板不会干 嗯嗯 你想想 连这样体量的都不敢轻易动 更何况我们老大哥 几十亿上百亿